塗了啦,不能講亮 不能講塗,不能講這個 那見老瞎子就不能講什麼? 講瞎子 我還沒講蝦,不能講瞎子 見老瞎子不能講光 因為你看不見 所以你說要到聯合報告 他是在什麼路?或者要到哪裡? 從哪裡去? 他已經戴一個黑色的眼鏡在那邊 又拿一個拐杖,他都看不到,你還問他路 他是說我們會看到他的缺點,他的什麼 缺點在什麼地方?你不要去硬刮那一個 那見老,見老先生 先生俗稱叫做很有學問的人 你要跟他談什麼? 見老先生要說什麼? 話 要說話,我也知道要說話 要說什麼?要說書 對,談書 書就是說天然地北 不管什麼文藝愛情或者是經濟 什麼都可以,你坎坎跟他談一下 那叫做,見老先生要說書 那見老先生要說書 那見老,屠夫要說什麼? 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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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就買那麼快 所以說不知道行情 你也要知道一下 他說他是買黑豬肉 黑豬肉也有八十塊 一定要買個巴黎 好 那他就可以 因為這樣的一個探草 明天去買 豬肉攤買 就可以跟他挑剔一下 他每次一斤都可以少個三四十塊 那表示說我們的朋友之中 我們的客戶之中一定有抬抬 那你跟他做互動 不能站在我們的立場來跟他做互動 一定要站在他屠屠的立場 聽說現在死豬肉很多 嘟嘟嘟 完全不是喔 讓他有一個自我表白的機會 然後現在聽說豬肉一斤多少 那都是他來行的 先用他的話題做導入 我們先重新做起 然後再慢慢進入 所以表示見人說的話 見這個屠屠就要說出話好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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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出話 說他每天在做的就做出話了 好 我們現在就是說 改變型比較不簡單 但改變話術就簡單 做人就是放這樣 阿嬤有說過這題字要怎麼錄? 由心啊! 由心啊!如果錄就不湊了 誰是誰?誰是誰? 這個就是由心啊! 表示說你不管喔 有很多人他在這個壽閒領域 一個月領個二十萬大有人在 但是以前因為景氣好 要賺這一筆錢很容易 那現在不好 但是他又不肯做學習 也不要去問其他同事 也不像某某一塊 另外有更成功的人學習 因為優生的軟軟軟軟軟 優生軟軟軟軟軟軟 所以說做人身段一定要柔軟 那嚇一半輩子 表示說我們去遊樂器去玩射箭 我們大部分拿起來 就開始是不是這樣射了 但是好像命中率都不高 那你試看看你以後退了半步 結果就退一步海獲天空 表示說我們做人就跟射箭一樣 有時候你因為脾氣的關係 人家說在吵架是恢復到五歲以前的智力 所以說你如果每一次想到人家激怒你以後 你就開始搶著要跟人家 你就糟糕 你射箭都一定不准 有時候你稍微退一下 差個三秒鐘 你的整個出來的話術都會改變 所以說嚇一跳 就是說做人所有的教都是讓我們能夠過得更好更平安的 我有兩種教是不能信的 所有的宗教都不錯 那兩種不能信是哪兩種教不能信的 睡覺 睡覺 那你明天以後今天以後就不能睡覺了 你不信他都不行耶 睡覺是一定要信的 你計較跟計較 所以說你只要不比較不計較 你人生就會有更好的一個未來 好那這一句台語怎麼講這一句 講個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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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樣這樣 咬幾咬幾比較不好練 但是這個是在國泰的一個 好像很妥的那邊一個教我的 他說黃老師 這句話是國語 翻成泰語叫做三奶咖牙做乾貴 對不對 三奶咖牙做乾貴 他的意思說雖然我就問他 咦 一百多個人有聽課 那他長得並不是最漂亮 為什麼他月季每一次 每個月都前三年 我就很高興三奶 三奶不是這樣 聽到黃老師好像是在看家的 不是喔 黃老師聽起來 我被公圍很舒服的樣子 所以說三奶咖牙做乾貴 是在做生意的一個手段裡面是必要的 尤其說男人談生意 喜歡有接觸的感覺 譬如說異性 異性談身體 同性就談同樣話題 那譬如說我要做一個生意 那再談談過程 你等一下 稍微跪一下 你不要跪不到位 對不對 等一下再稍微跪一下 這個是有加分的 尤其你女孩子來跪我10年 有八分幾百 有40%以上的加分 反正我有60%想要決定 因為你這樣多 欸 100%了 所以說有時候異性是談身體的 你今天有一點肢體的小動作 是會有加分效果 所以這個小動作也叫做 三奶咖牙做兩回 所以說兩眼一句三東亂 二語三人六月寒 兩藥苦口立以病 中眼逆耳立以洗 你看真的 越苦的藥好像越有用 一句話能讓人笑 一句話能惹人跳 等一下是故意 要給人家笑 不要給人家跳 接下來我們看 面向可以看出 好運跟壞運 你相信從面向可以看出 好運跟壞運的請舉手 咦 都相信了 那時候相信就 彈下去就有必要了 如果 如果你說 那好可憐 好可憐 好 可以彈出來 我們就開始來 這裡 像 一個人 像裡面可分為內像跟外像 各位認為內像比較重要還是外像 外像 都同樣重要 都同樣重要 所以你不然會看到 欸 我在前面有一個 五百塊 一張一千塊 你要接哪一 所以說 長相 一件像 都同樣重要 你結婚多一千萬像 漂亮一點 但是在這個裡面 外像比較不容易改變 但是 內像 也不容易改變 所以說 所以你就要特別去做調試 要去做調試 那外像代表的是什麼 外像 內像 在這裡 內像代表眼神 聲音 跟度量 一個人的度量好不好 代表他的內像好不好 一個人的眼神 當你在跟你聊天的時候 眼神看起來 這種感覺也代表內像 聲音的強弱 也代表了一個內像 那外像 表情 特徵跟舉動 如果你能夠把這個都調整很好 那代表你的內像跟外像 都很好 都很好 那內外像 大概如果以一個臉部的表情來講 位置來講 大概我們會區分了面向 面向十二空位 這裡大概就是屬於這個 都有了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談說 在我們面向裡面 那十二空位 代表他的影響力是怎樣 這個叫做命功 命功就是在兩個眉毛的中間這裡 那命功聽說 超過兩個 只五以上就算正常 如果能夠有達到兩個半以上 叫做命功開闊 命功開闊所接受的 所有的訊息就會很寬廣 比較不會拚贏 比較不拚贏 比較不拚贏 不可以拚贏 剛才的事情就很痛 這都緊緊 那就把你的命功 越縮越緊 那你的運就會越來越不好 所以說有時候 你晚上睡覺 像我看到有一陣子 生活不是很愉快 他晚上 我注意看他睡早以後 他晚上我注意看他睡早以後 這樣呢 好 所以說要注意 因為你有某一些事情牽掛 你就會做命功 那盡量不要做命功 因為命功代表的就是 管喜怒哀樂 虛哀樂而已 就是激情又欲 謝謝